嘿知道我是喜德拉 今天來介紹一個目前版本最強的反街式套牌 這套牌真的很強啊 如果你遇到這種什麼共生體蜘蛛啊 吞迴流的話 狗凱下去基本上這邊不用玩 那而且你前面的小牌購主一倍一倍一倍 可以觸發我們的這個 黑曜石啊 然後海鯊也無損 然後這個小牌不斷小牌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個大腳怪跟我們的 這個迷劑魔連動 在T5T6的時候也可以打個大爆發 然後迷劑魔也可以跟我們的寶生鳥連動 然後其實實攻實攻實攻的話 我們可以降費我們的斯卡 所以這是非常多大戰隊降費 那唯一的問題是說這套牌 每一套牌他們都有一個弱點 這套牌是非常怕這個莫比烏斯 那還好莫比烏斯在這個環境還蠻少的 那一樣喔妮可的這個小table啊 妮可跟這個 迷劑魔搭的屬性是相性是非常搭的 你當這個妮可 幫迷劑魔上buff的時候 最左邊那張噴聲就給他吃掉 抽綠啊什麼什麼的 然後你的本體啊 或是在那個中間右邊的話 都是有一個四點傷害 所以你在最左邊的話 可以讓他變惡魔 讓他被抽掉被摧毀 都是非常的強勢 話不多說 我們出發 以上這邊開局的是我們的X學院 又要去靠賽 那有這個石頭 剛剛有妮可的話 其實過得還蠻舒服的 那我這邊的話 其實可能會把我們的迷劑魔打出去 一個回合出來 那要記得啊 如果你的迷劑魔放中間的話 左邊的那個噴聲 會被妮可給吃掉的 我們來示範一下 這個是很重要的小細節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的本體二能四弓會在中間 然後呢 小隻的呢 小隻的那個噴聲 噴聲被吃掉以後變惡魔 所以變成一能六弓 二能四弓 零弓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強力的 那我等一下這邊的話 會補一個大腳怪 在右邊這個區域 打三張 第四個點位打大腳怪 然後還有狗凱 狗凱體系的話 我們這邊的話可以防禦我們的大腳怪 因為這個套 對面的安吉娜的話 其實有87%是有上氣的 這種聖娜套牌是有上氣的 那這個是一個黑鷹流 黑鷹流剛好碰到10塊的話 過得還蠻舒服的 有沒有看到 這個瀑聲被吃掉 印了六弓 然後這邊還有二能四弓 然後價值10點傷害 其實是很高的 平復決定決勝負 這個場地對我來說 那能說什麼 那這邊也只能無所能打出一個大腳怪 然後我可能等一下打一個凱吧 沒意外的他黑鷹可能會丟右邊 如果他有黑鷹 20勾 非常的高 來個 唉唷我看 這樣子仿生鳥 等一下我可以打個2加3 然後最後再打個仿生鳥大 可以看到這套戰力其實是非常高的 還可以等下再打個2加4 他可能會踢我 先防衛起來 藏鐵人的話 有一點不好處理喔 沒關係 那應該有一個地方是黑鷹 有一個地方是 他應該有一個地方是黑鷹了 但我會想要這樣打 他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來吧 決鬥吧 他其實勝算也偏低喔 他沒辦法打這麼多張卡的 哇 那這套其實很簡單直覺 比想像都好很多 難怪魔胖力這麼高喔 好 決勝 那他中間可能是一張黑鷹喔 紫鋼鐵人 那他中間可能不是黑鷹了 一張換銀貓 中間真的 結束遊戲 哇 還幫我加一弓 YES BABY 好猛喔 這套牌 在踩完第一場就覺得好猛喔 意念領地 好想要有轉場的東西啊 我的天啊 等等看能不能抽個問號吧 這邊抽問號還蠻重要的 意念領地也是這個有限場地 十大首選 十大首選啊 這個場地絕對沒有 那他應該是超討厭這意念領地的 玩自己想要的套牌 還要不可以交換套牌的感覺真的很差喔 現在我現在 這也是我心目中最討厭的 場地的前三名 來 呦 那 我這邊 可能會先放狗在中間去咬他 喔 雁領地來了 那是沒辦法放了 欸 轉場 我覺得牌太多了 需要 有點難打這邊 我的話我還是會選狗 我不轉場了 防守一下 這樣擋到還不錯 那防守其實是好的 再來再擋右邊 然後再丟到斯卡 戰力會很高 所以卡丟左邊 還想丟中間 再張一隻狗 防守 喔 他這樣直接沒辦法結識 Snap他 他這邊已經 已經沒戲啦 我這邊的話會選擇 二 十 十 十 他其實還可以拿那麼多點傷害的話 這張不能讓出去 我會這樣的 我會直接打個十攻下來 是不是那兩隻狗的話 這種接刺流沒得玩 這共產體直接反結石 噁心 開啟的是我們的黑眼寶 黑眼寶的話 我可能會先拿一個一二在這裡喔 因為搶一個戰力還是不錯的 然後再打聶布拉 這樣子的話 他就有一個 聶布拉長大的壓力 跟我們這個 這場地是有點難打 他這樣子的話要防聶布拉 又要防黑眼寶 但這個場地說實在的偏噁心 直接轉場他受不了 烏托邦 那其實更造福我了喔 真的是烏托邦啊 那直接兩張打起來 然後等下再放個凱 穩定八灰 這有什麼牌啊 六張看不出來什麼牌 沒關係喔 寶物好大 我是說戰力很大 不要誤會喔 我很大 沒有狗的話 就真的完蛋 再補一張大戰力 過勢左右 一張補石沒什麼問題啊 補一張 感覺是衝浪手體系的牌 看不懂 很久沒遇到錘子哥了 自己丟了一張狗 什麼意思啊 是高嗎 他怎麼自己丟了一張狗 丟一張狗 他還要玩嗎 真的 不知道他在玩什麼 那就這樣子的話 平均戰力會比較高 Snap他 這樣子一張 加三加三 一場加六攻好多喔 這兩張可能是浩克 我們知道水雞加 他壓力也挺大的 最後看你還是要打 其實這兩張是一樣的啦 就沒什麼差 直接打下去吧 他起手拿浩克的話 就是真的猛 你發功喔 哈哈哈哈哈哈哈 玉器之神 在我 哇 你起手拿浩克也沒有用啊 哦 這個 我打得好走 但這把蠻精彩的 哈哈哈 一個場地開 騎的是我們的黑眼寶 黑眼寶的話 我其實可能會想要繼續這樣打 直接給他讓我追戰力哦 他這樣壓一起就普大了 跳一倍 因為我覺得跳一倍的能量 跳一倍這個還是太強了 哇 又是一個不好打的場地 直接 打出我們進行男孩 哎呦 那我不用放大牌 是還好 還好 講中的 打到成二 打到成二的話 就 這樣吧 讓他不斷想追我 但是追不到 這感覺很差 過兩張 追不到我的障礙 你要這邊想要追我 你這邊就會少硬能量 他腳怪直接打出來 這一局還蠻順的哦 他資源都搶不贏我 稍微尷尬 他直接選左邊哦 有行人 他這邊他自己在嗎 他感覺要投降了吧 但是要怎麼打 就是不斷跳 他這邊感覺是沒得打了哦 打剛剛 來吧 然後還有3924 哇 好猛哦 這套牌 感覺這個還能輸嗎 不可能吧 我覺得他這邊自己失誤啦 他應該要控牌 控好的 OK 全體降攻 那你這邊不放盧克凱奇的話 差不多一樣嗎 啾啾啾 哇 他這邊打失誤 所以如果盾起來 打這個降攻也沒什麼太大的毛病 你看他直接3-4哦 加油 好猛哦 可以去看我 好猛哦 超猛的 好猛哦 多猛喔